最近一直不断地在翻这个2758号决议的部分 当然这个2758号决议 它有些法理上有些历史上的一些由来 我建议大家去这个蔡政委员的脸书上看一下 它有一篇简单明了 写得非常的清楚 外交部长林佳龙投书 就呼吁联合国正确诠释 接受台湾参与联合国 民进党团在立法院提议 这个2758号决议不涉台 那赖清德也特别韩话韩国瑜 这个2758号决议 如果立法院的决议声明跟国际同盟不同的话 是很严重的事 然后你看到美国也来帮忙 前IT的处长也说 2758号决议只有称这个联合国 承认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台湾是没有关系 那陈兵华之前就已经表态 他告诉大家 你看事情不能只看现在 你要看整个历史的由来 2758号决议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表决 在决议前先否决了两个涉台的提案 一个案子是两个中国代表权的提案 一中一台 另外就是一中一台 还有台湾自决提案 两个都否决了 意味着什么 陈兵华说 联合国在承认台湾属于中国 一部分的前提之下 把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代表权跟席位 都还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国领土没有受到影响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地位 从来没有改变 讲到这里可能特别是 线上如果有些年轻的蜡粉 你恐怕还是很难理解 因为这是一个台湾的 发筒的一个位置的部分 向来是台湾人民 我觉得最不容易消化 最困惑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比较想问 我们今天就不谈 特别细节的发力 我想请韩冰来讲一下 为什么此刻要把2758号决议 拿到联合国来开战 其实老实讲 这个从头到尾就是一个 在恶心老共的一个计划 基本上就是这样 他找了荷兰 找了澳洲 国会通过了 然后哇 讲得跟真的一样 2758号决议 不涉及台湾 然后呢 就没了 就这样 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美国现在国会 也在搞这个东西啊 然后现在民进党团 本来是要国民党团 跟他们一起 要民众党团一起 大家全部联署 全部都一样 那国民党后来 就出了一个招就说 我们也赞同啊 2758号决议 不涉及 但是不涉及中华民国 他就因为 国民党从来就不赞成 2558号决议 对 他本来 国民党从来就没有赞成 过2758号决议 废话 因为 因为2758号决议 叫排我纳斐案 对 二人八地亚提案 对 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是啊 因为里头直接讲明 把蒋介石跟他的代表 逐出联合 干出去啊 对啊 难过得要死 所以国民党怎么可能 会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去要求国民党去接受 我觉得本身 第一个很奇怪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们现在要去搞的那一套 真的司马昭智信 路人皆知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根本也不想谈中华民国 他就说 不涉及台湾 所以我台湾就可以独立了 你想的真美 对 不是 如果 不是 赖金德他们的逻辑很好笑 他就说 你看国际每一个都支持台湾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这就表示 国际承认台湾独立 所以我们台湾 只要2758号决议 大家在全世界各国一通过 台湾就可以独立了 那这些国家干嘛 这样拐弯木脚 他直接承认你独立不就好了 先跟大陆断交 他直接 他也不要跟大陆断交 他直接先跟台湾建交就好 看大陆要不要跟他断交 多情举是不是 是啊 对啊 所以你何必这样绕圈子 其实绕这个圈子 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因为这些国家 没打算跟台湾建交 所以只好拐弯木脚 找到这些莫名其妙的理由 再自嗨一下而已 是我们豆腐 你看 荷兰澳洲通过了这些东西之后 然后呢 然后他有说 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 没有啊 他继续维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 继续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我想的比较多一点 我想请教一下韩冰 现在在铺陈这个议题 是为了下次选举做准备吗 对 就是还是那个基调就要抗中保台 然后因为赖兴德其实自己 有点面子挂不住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是个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可是他为了拿到 这个领导人的职位 现在他就只好 不敢直接讲台独 可是你要知道 他背后还是有一堆 基本教育派的人 一直在讲说 你为什么我们选你当总统 就是要考台独啊 所以他只好时不时就拿出 这些有的没的东西出来讲一下 然后你看他有的时候 会突然之间乖一点 然后有的时候突然之间 蹦个新两国论 前两天又蹦一个 我们绝对不要和平协议 对啊 那其实我想请教赖兴德 你有看到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大陆有提过任何 想要谈和平协议的事吗 人家根本没打算跟你谈和平协议 你在臭美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 你都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两岸已经不是 你都不认为两岸是一个中国 那哪有和平协议可以谈 对大陆来讲 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谈和平协议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们其实做了这一大堆动作 都只是试图在他们那个同温层小圈圈 你看他那个什么和平协议 是在哪里讲的 是在福尔摩杀什么学会 那个就是长老教会 那种什么鬼团体都讲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其他就 他来来去去就在那些独派团体有讲 其实在干嘛 同温层取暖而已 没有什么任何意义 这个我跟你讲2758的协议 就算美国也都同意了 这些西方欧盟全部都同意了 然后又怎样 还是不能怎样 但从他就任到此刻为止 你就看到这个两国论在逐步的升起 那这个部分就对比着这个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这个军强马壮 所以你认为呢 接下来会让这个态势急速的恶化跟紧张吗 其实我倒觉得还好啦 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赖清德虽然嘴巴很硬 身体是很诚实的 然后他常常弄 讲得很大声冲冲冲 然后又扭回来 讲很大声又扭回来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他也只是敢停留在嘴炮的程度上 你知道他再进一步他也不敢 然后他每天天天在讲说台湾要提升实力 结果他每天到处去干什么 成立那个什么全社会强任什么什么 我都不会念那个什么怪委员会 那个很难念对没有错 任性委员会什么挖沟的 然后那一天是在讲和平协议 是在那个民房 他要在一千多家长老教会成立民房 你长老教会成立什么民房 我都不知道 你的解放军来你就念圣经 起起念圣经 还是唱玫瑰经把它念倒 你知道吗 你的民房是什么 什么也防不了 玫瑰经好像是天主教的 无所谓啦 就随便捏捏 反正念的解放军也听不懂 重点在于你在讲一些 不切实际的东西嘛 他背后其实他这一套逻辑 跟谁很像你知道 跟黑熊学院跟曹星成 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种就是拿来骗人的东西 基本上黑熊学院 白就是个诈骗组织 你知道就跟以前那个 那个台湾国 台湾国一样是个诈骗 台湾国政府一样是个诈骗组织 然后这种诈骗组织干什么 就是骗台湾这些 百分之四十的渔民啊 老实讲民进党现在正在升华 他正在升华 变成一个邪教 你知道现在赖兴德 自己认为自己是个教主啊 他现在希望他的信徒就是 他让他们去干嘛就干嘛 往东就只能往东 往西就只能往西 他实际上在整个台湾就是 就是在不断地洗脑 不断地在神功护体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接下来我跟你讲 我们马上就要变义和拳 很快 好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 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你遇见了 没看 不会给你 你所欠的人